关于这个 新冠从 乙内甲管调整为乙内乙管呢 对于疫情防控来说 对普通劳动心来说呢 它都是呢 这个意义不一样的 那么乙内甲管 它的报告传染病 它有要求的 就是说你一天诊断以后 你要求在两小时以内 完成报告 这就是我们以前那个说的 你这个新冠传播快 那么我们的反应更快 所以呢 按照这个甲内管理呢 你这个发现病例以后 你必须在两小时以内报告 你报告以后呢 你再能够即时的采取这个措施啊 如果是乙内乙管的话呢 它的报告实现 就从两小时 那么延到了24小时了 它的紧迫性就不一样了 那么再有一个呢 从采取的措施来看的话呢 对于乙内甲管的 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包括这个强制的隔离啊 强制的这个治疗啊 那这些措施呢 都能上的 那么对于乙内乙管的 那么原则上呢 这些这个措施呢 就不会上 那么更多的这个病人的话呢 都会有呢 这个自主的这个选择了 那么在从防控和普通病人的 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它的这个意义都是不一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